10月13号 杨女士在淘宝上的云淡风轻女人运服装店 看中了一件女士背心 当时售价997块钱 首先是问双11有活动吗 她说有 然后我就说我双11再拍好了 然后客服就跟我说我需要什么磁码 然后她保价到是到双11 就是我现在这个价格如果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 他们会退我差价的 杨女士当时问是双11补贴还是先拍下 双11再退差价 客服回复到时候退差价 杨女士说当天她就下了单 但收到货后发现衣服没有商标 成分标签也被剪掉了 衣服表面还有一处跳线 她觉得不满意 提出换货 卖家也答应了 但换的这一件也没有商标和成分标签 然后我就问她了 她说所有的秒杀架都是减标的 就是没有商标没有成分标的 因为实在很喜欢这件衣服的款式 杨女士也接受了 11月3号她打开淘宝 看了下这件背心的销售详情页 发现价格降了不少 我偶尝点开一看 秒杀完了怎么是374 我的秒杀架是997 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她也承诺我呢 承诺我给我推差价 我去问她了呀 她现在就是不推差价 然后我找淘宝小二来解决的 然后就退了200块钱 我不满意 现在还能看到这件背心的详情页 价格是399元 折后374元 但下方显示商品已下价 杨女士拨通了卖家的电话 这个产品原价是1580的 1580总共就还有三件 XX码的加大码的 所以我们才降价降到900多 我们确实跟她有讲 如果双十一降价 可以给她保价 她收到了以后呢 发现产品有瑕疵 然后我们就给她换了 那我们收到了这个衣服 确实发现有一点点小问题 我们就发现两件有瑕疵 然后在双十一之前 就赶紧就清 就是以特别低的价格 就是您无论是在这买 还是到其他地方买 人家有瑕疵的东西 你总不能不让 要求我们连降价的权利都没有吧 杨女士提到 商品详情页显示 这件背心的月销量是7件 它10月13号下单的时候 月销量是1件 由此推断 商家可能以374元的价格 卖出过6件 它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们卖出去6件呢 上面显示的 我们总共就两件瑕疵的产品 总共只有两件瑕疵的产品 这位女士了解我们的后台吗 它上面促销活动的时候 它并没有写 是瑕疵品处理的 这个价格 卖出去的 如果它上面写了 我374块钱 是瑕疵品处理的 这么我接受的 如果您觉得不值 您现在就是把200块钱退给 我把这900块钱退给您 然后您把衣服退来行 我就不想跟这种人 就过多的这样子知道吧 我们清仓的所有的产品 都减掉水洗标的 为什么要减呢 这个是专柜的产品 我们不能带专柜的吊牌 跟水洗标 那顾客起码想知道 他买的是什么 什么这个材料的东西啊 有跟他解释呀 那这个是什么材料的呀 你是不是有很多时间 可以这样陪着他玩 我是没时间 平台方面表示 对于商家销售无牌 或减掉水洗标产品的行为 平台没有处理措施 腰包黄剑记者报道